視而不見 然后在用餐的时候呢 也都怎样 无故提早退席 让人家觉得他怎样 很另类啊 就不容易相处 不好合作啊 你说人家会提拔他吗 不会啊 所以试用期过后 人家就怎样 留下了假 就没有给乙机会啊 那为什么 差在哪里 它的差别就是在 那个基本教育嘛 做人的教育嘛 所以乙在职场生涯上 一开端就怎样 跌了一跤耶 所以我们只付给了 一个人知识 难道没有道德的承载 我们是在为怎样 社会制造恐怖分子 所以人什么都可以缺 就是怎样 不能缺德 假如说一个医师 医术高明 只是有一点缺德 我们敢去让他医吗 不敢嘛 那盖房子 他是一个很好的什么 建筑师 工程师 只是有一点缺德 工程会脱工减料 我们敢让他做吗 也不敢啊 所以我们怎样 什么都能缺 就是不能缺德 我们父母不像父母 老师不像老师 那我们有没有缺德 我们把下一代教好 我们也是很缺德 曾经就有一间高科技产业 他就在应征五个高阶干部 那一天来了好几千人应征 他们只要五个 所以他们五个要不要过五官斩六将 过五官斩六将以后呢 就到了面试官那边 面试官 他们到了办公室以后呢 面试官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先在里面坐一下 我有事出去 等一下再进来 他们三个 他们五个啊 就坐在那里面 过了一会儿 面试官还没回来 五个就坐不住了啊 就起来怎样 动一动 就怎样看看桌上的东西 就看到一些资料 还蛮不错的哦 就分享 就分享 这个觉得也不错 也起来看 大家就怎样 在那边分享啊 过没多久 那个面试官就进来了 然后就告诉他们五个哦 你们五个啊 全部都没有录取啊 他们五个就觉得很奇怪了哦 面试官 你都还没跟我们面试 怎么说 我们没有录取呢 你说啊 我刚才在外面看你们啊 你们五个人 竟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乱拿我桌上的东西啊 由此可见啊 你们真是怎样 品格不良啊 我们不要小看现在的公司呢 现在的公司 不是只有做到品质管理 现在是已经做到道德管理 因为有可能一间百年的公司 因为一个不孝的会计挪用公款 公司就有可能倒闭哦 有可能三百年的大三百年的公司哦 因为两个怎样 不孝的高阶干部泄漏公司机密 公司就要倒闭哦 你说人的品格有没有重要 重要啊 那弟子过来也告诉我们啊 事虽小物善为啊 苟善为子到亏啊 所以不要认为恶小而为之 他们五个高阶干部 全部一致说 我们从小啊到大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 别人桌上的东西不能拿 我们想想哦 都一直学那些高阶知识 可是怎样 基本功都没有学 所以一个人 人生幸不幸福 他的根源在哪里 是不是 他有一个什么 正确的思想观念 因为一个人有正确的思想观念 才会有正确的行为嘛 有正确的行为 才有正确的习惯 有正确的习惯才会有正确的性格 有正确的性格 就会影响到他的什么 命运 曾经呢 有两个老板 一个是高科技产业的老板 一个是八大行业酒店的老板 他们两个事业都非常成功 有一次两个人啊 就在一起 共同分享他们的什么 经理理念啊 然后那个酒店的老板就说了哦 我们公司的小姐啊 一律都是怎样 大学大专毕业 里面甚至有硕士的哦 而且我都没有强迫他们 那个高科技产业的老板 就觉得很奇怪 哪有可能 一个学历那么高的人 要自甘堕落 你是用什么方法 那个酒店的老板就跟他讲了哦 我就在报纸应征啊 说我要什么 应征会计小姐 我那个高科技产业的老板就告诉他了啊 你做不死广告又骗少女 那个老板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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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就是真的做会计 那我们会计的小姐呢 她的薪水是两万块 然后我们的服务生 她的薪水是四万块 那我们想那个 那个会计小姐进去 跟那个同事会不会认识 会啊 因为他们都同采嘛 大专大学毕业 一下子就认识了 有一天 客人就很多啊 哦就来不及哦 哦来不及端啊 他就跟会计小姐说了哦 你现在哦 还没有那么多事 帮我们端一下好吗 我们会帮他吗 哎会 举手之劳嘛 就帮他 所以改天呢 只要客人一多 他就会叫他怎样 帮他 两个月后啊 那个同事就跟他讲了哦 他说哦 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要做会计 还要帮我们端一个月才赚两万 你看我们只有端一个月赚四万 哎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哦 一样是十六岁 我怎么可以做事情比人家多 然后赚的钱比人家少呢 所以开始就做了什么 服务生 他们服务生的薪水是四万 里面坐台的小姐啊 是八万 那进去以后 跟你面的小姐会不会认识 会啊 同财嘛 跟你面的客人会不会认识 会啊 一天啊 客人又很多了 那个小姐又跟他讲了 这个客人你有认识 你帮我招呼一下 我去去就来啊 我们会不会帮他 会啊 哎 客人有认识嘛 要不然你就怎样得罪客人了嘛 所以呢 他就那边招呼客人 他们还有一个规定哦 坐台的小姐可以坐着喝 其余的都只能站着哦 哦 所以他就站着呢 在那边怎样 招呼客人 哦 这样日子又过了怎样 两个月 只要呢 客人一多 那个小姐就这样 叫他帮忙 过没有两个月啊 那个小姐又告诉他的啊 他说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要呢 当服务生 还要跟客人喝酒 然后呢 还要站着喝 一个月赚四万块 我在这里坐着喝 一个月赚八万块 哇 天啊 怎样 一语以后怎样 惊醒梦中人啊 所以呢 他就开始当了什么 坐台小姐 我们知道坐台小姐 他开始要怎样 花枝招展啊 名牌挂身啊 要不然人家就不点他的台了 所以开始就被人家怎样 带出场了 启仙还哭哭啼啼的 里面的小姐又安慰她说的 反正你从这个门出去啊 黑的白的人家就搞不清楚了啦 这样学坏学得有自然吗 学坏学得很自然 还告诉自己说 我也没有错啊 那这个到底错在哪里 是不是错在他的思想观念 他不该到那里去找工作 可是现在的价值观 你有去变形啊 因为现在的人怎样 笑贫不笑仓啊 那个酒店的老板 就跟高科技产业的老板 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放心好了啦 环境啊会渐渐改变他们 让他们忘记他们原来的什么 样子跟想法 所以我们都被环境 渐渐给我们改变耶 自己学坏还学得很自然 学得更